书中自有千中素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还有历史和现实的真相 书中还有思想和进步的土壤 良情则目而积 闲人则书而读 学者说书 看学者们读的都是什么 听他们从中获取什么 无声有哑知无哑 富有诗书气自华 在上一集中 无私用暴力集团的行为逻辑和利害计算 为我们推演了写筹定律的概念 在本集中 无私将会对书中的具体视力进行解读 仅使写筹定律的框架 挖掘写筹定律下的深层关系 你举个例子说说你是怎么做的 你这个框架 是用哪一些事例 用哪一些思考 用哪一些东西 搭起来的这个框架呢 比如说那个 那个书上来的第一篇 就《雪仇定律》的第一篇 就是《雪仇定律》极其推想 匪变 土匪是怎么变的 比如说在那个明朝的时候 王阳明去剿匪 就在现在的干南那一带 那竟是大山 深山老林 历史上就是个土匪窝子 他就发现那个土匪 在山下种了好多地 种菜 他到那个地方推行薄甲法 一村五户一宝 什么十户一甲 就那么连坐 一旦一方有难 大家都出来支持 如果一家出了一个土匪 大家都要受牵连 于是土匪的来源就减少了 土匪下山的时候 这个以村为单位 做的这个抵抗 也更强有力了 然后再加上大军压境 然后土匪出山抢 结局变成一个 成本很高的事 那土匪不抢了 他们怎么过日子呀 或者抢的太下太高了 怎么办 就像刚才讲的那故事 他们开始自己种地 至少要自己种菜吧 种菜长得快 一旦发现暴力掠夺的 成本高的时候 他自己就转成了农民 我当时这个逻辑上很清楚 但是我一看土匪种菜的 这个描述的时候 我还是一愣 土匪怎么种地了 土匪一种地 不就成了农民了吗 回家种去不就完了吗 但是这个身份背后的变化 就有一个什么核算 所谓血仇定律 三个要点 血仇定律很简单 第一个要点 就不算要点 就是什么叫血仇 血仇就是变暴力掠夺的收益 这就是贴个标签而已 不算是要点 要点呢是 在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这样的暴力掠夺 就是在他们的计算之中 成本收益比较 收入大于成本 核算这个事 他们就抢 不核算就不抢 就是血仇是 就是暴力掠夺的行为 是在收入大于成本的条件下 才会发生 然后那时候才有血仇出现 这就是核心 当然第三点就是稍微补充一句 暴力掠夺本身是不会带来 那个 不生产粮食 没有生产性 也就是你光抢 你抢办了天下 最后没得抢了 总怕你还得自己中 血仇定律 就是血仇大于成本时 暴力掠夺就会发生 换句话说 暴力掠夺的强度 广度 与血仇正相关 与成本负相关 这个成本包括道德成本 机会成本 财务投入等等 最核心的就是那个第二点 要收入大于成本的核算 要是不核算呢 如果收入不多 风险很大 外边都搞了联保了 我出去就被人抓着 或者付出惨重的代价 也不见得抢得来东西 那我自己觉得 相对的来说 种地比暴力掠夺要核算了 那我就转换身份 从土匪变成农民 这个农民一旦觉得活不下去了 我自己种的都被人抢走 我自己靠这个种地是无法生活的 他就又开始寻找转化 他可能去投军 可能也去当土匪 没有军队 那我也去抢去 抢别人去 这背后全是那种 血仇定律在支配 然后我一看这个 王阳明写的这个故事 然后就 什么时候情况下 人民变成土匪 什么时候土匪又变成了农民 什么时候海盗又变成了渔民 什么时候渔民又变成了海盗 什么时候匪变成了 招安了 当官了 什么时候那个官又变成了匪 军阀正式的有 有投降任命的官员 比如说在 先下革命以后 在四川哪一带 我这里就是好几个故事凑起来的 每一个转变 其实都有一个历史事实 一个历史上的故事作为支撑 比如说四川的军阀 打走了另一块军阀 占了这一块地方 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能统治多久是不一定的 别的军阀很可能很快打过来 那你在这个地方当了军阀 设立了政府 你还有一个正式的什么 什么县长之类的头衔 或者是你任命了好几个县长 你会怎么给那个县长下令呢 你说争今年的 农民没饭吃了 救济他们吗 开仓放粮 还是爱饭有吃的没吃的我不管 给我征税 还是提前预征十年的税 把十年的税全给我征来 我带着跑了 以后十年 这地方根本不是我的了 我杀鸡取蛋 请问你去怎么当这个县长的领导 你给他们下什么指令 对你利益最大化的指令 绝不是开仓放粮 我的军队军饷都出问题 我怎么能再把我的军饷 散给老百姓去救他们 然后我说你去征税 加强征税力度 人说去年的税 今年的税已经征完了 让那波军阀收走了 卷走了 我现在不能征税 那我肯定是把明年的税给我征来 干脆多征两年的 把未来五年都征了 那好 你就执行了 那请问你是官 你还是徒费 而且你明知道 未来的五年是不可能的 1917年 征那个税的时候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2001年02年 它征税征到哪年呢 征到今年 2017年 提前预征了100年的税 我可能记得有一两年的偏差 大概就是 差不多到这话 请问你是官呢 你还是匪呢 但是你说他的行为不可理解吗 完全可以理解 合乎逻辑 就是讲一系列的这样的故事 告诉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变化的 背后支配的定律很简单 其实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 都在趋利避害 是吧 但是处在那种环境之下 你的利是什么 你的害是什么 你如此趋利避害了 农民又无法反抗 被迫屈从 然后 干完了之后 你就发现 其实你的身份 已经变了 你在追求这种 你在如此趋利避害的时候 你已经从一个官员 变成了一个土匪 是吧 就是这样的 看血球定律 在一个个领域 在一个个时段 在一个个故事中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发挥完作用之后 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 新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中的各个主体 各个活动者 事实上又如何 获得了他们真实的身份 我还专门编那个词 叫隐身份 隐蔽的身份 比如说 这个故事是从海瑞讲起的 海瑞说 他当年在淳安当县令 他还在江西 就在咱们说的 干南这一带当县令 后来又到浙江 到淳安当县令 他到这个不同的地方 当县令 都有一个发现 就是当地 那个驿站花的钱很多 驿站就是 现在的这个招待所兼邮局 来来往往 那官员他都要迎来送往 请人吃顿饭 最后上路了 送点礼物 这都有官方的规定 但是他发现 这个规定到了 我这准确数计不太准确了 大概就是 那个 比如说 淳安每年大概 差不多一万两银子的招待费 他大刀阔斧 砍去了 九成 还剩九百多 九百多两 他说如果完全按照规定去砍 就是比如四菜一汤 此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什么收入 他说九十两银子就够 你看看 九千两 九百两 九十两 九十两是一个清官的标准 是一个按照皇帝规定的 正式规定的标准 海瑞当然已经是清官了 已经是著名的难得的清官了 他付出的九百两 实际离那个皇帝的标准 还差一截 多了十倍 但是他来之前 这是九千两 是他的十倍 这是他讲的 他在当县令的这个故事 他如何去减少 对农民的搜刮 然后他就开始反省 他说都说 我是一个为民父母之县 是一个县令 他说我真是个县令吗 他说我发现我干的活 用于标准的一个县长的那个活 比如说判案子 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书 那个裁决各种各样的事情 每天花在那上的时间很少 主要时间是送往迎来 我们能想象海瑞那种人 不是送往迎来的人是吧 愣呵呵的 硬硬的 那他也被迫了 那最基本的事你还是得做 是吧 他主体时间花在送往迎来上 他说我真实地想起来 其实我就是个议程 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 招待所所长 兼优局局长 这是我真实身份 而那个县态严那身份 其实是个业余的 然后再往下深究一步 请问这个议程 你花的钱是哪来的呢 本来皇帝规定 正式规定是九十两银子 你们花了一万两银子 那不就是搜刮来的吗 那九千多两银子 不就是搜刮来的吗 你从农民搜刮那儿银子 你还是 你还是个议程吗 你明明就是个强盗嘛 但是这不是正式身份 这是隐蔽的那个身份 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地图里 没有的概念 你还得说 但是他自我认知了 他发现了 你就得顺着他的思路 给他起个名 创造出一个新概念 隐规则 潜规则 隐身份 隐秩序 血仇 这些都是对这个真实的 地形地貌的描述 命名 贴上标签 然后我们有了这些描述 我们才能讨论它 连名字都没有 去怎么去谈论 怎么去构架一个新的 怎么去画这个地图 总得起个名 好 我就编了这些名字 然后把它画出来 其实也就在顺着他的那故事 跟着他讲嘛 讲的时候 把这些要点点出来 起个名字 然后再讨论他的这种 自我困惑 再把他的故事讲完了 其实你已经把一道山 把一个很真实的风景 一道真实的山脉 一道河流 被画出来了 这就是 血仇定律里边的 故事 和他试图描述的 那个真实的历史真相 那么这样的一种真相也好 就是他讲述的一个故事也好 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东西呢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这个血仇定律的 真相的追寻 就是来自我对于上一本书 也就是《潜规则的不满》 我觉得潜规则 提到了一个产生潜规则的原因 就是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 就是每一个官员手里 都握着一种权利 这个权利比如说 像刚才海瑞说的那个故事 我应该收90两银子的招待费 但是他收了900两 他的前任惯例是一万两 你说前任怎么了 没犯任何错误 不是说接着当他的官吗 他给压到了900两 还多收了 多收了那个800两 他多收那800两 人家还觉得 这家伙怎么这么不尽人情 官员对他都充满了抱怨 就是因为 就是他干这些 收一万两银子的时候是合法的 或者是办合法的 或者大家都认的 这叫合法伤害权 或者是低成本伤害能力 你说海瑞多争了 那个海瑞的前任 多争了9000两银子 巨大的一笔财富 他完全合法吗 追究起来一定有问题 但是在官场上 人们不会追究 所以那是一个 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不能叫合法伤害权 但是伤害 我就这么害你老百姓了 我就多收了 也基本没风险 你告到上面 上面也不会认 包括皇帝也知道 有潜规则 有漏规 是吧 也有这么一堆东西 所以皇帝也不会认真的 拿这个去触发官员 除非你非要找他的茬 那这种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或者叫合法伤害权 它背后都依托的是 按我说的做 不做 大行伺候 是吧 你抗税吗 你要抗粮吗 你反了吗 进监狱 进监班房 每天叫五日一笔 啪啪打一通板子 或者干脆就给你关在这 什么时候交够了 什么时候放你走人 这都是合法的暴力 我就是这个合法的暴力的代理人 我既然是合法的暴力的代理人 合法伤害权的核心 就清清楚楚的在呢 是暴力 尽管它是合法的暴力 然后才谈到暴力掠夺的收入 叫什么 叫血仇 然后才谈到暴力集团 如何打天下 如何坐江山 然后坐了天下 坐了江山之后 把他们获来的这些东西 又如何分配 分配中有多少合理的部分 它提供了公共服务 提供了社会治安 又如何是它自己贪的部分 剩余部分 有点像剩余价值似的 我们知道这个血仇是暴力掠夺的收入 但是一旦把它制度化 配上了法律的外衣 你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那时候这血仇就升级了 就变成了血仇的2.0版 3.0版 它变成了一种合法的正式规定 但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 合法的税收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又有点不一样 现在的这个税收理论 收的税 这是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代价 是吧 取之于民要用的 取之于民100亿 用之于民90亿 中间还有10个亿 是政府运作的成本 是吧 要收税 要做各种策划 然后要执行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是平的 对吧 这里没任何剩余 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经常取之于民用的100亿 用之于民50亿 维持政府运作10个亿 还有40亿呢 还有40亿 皇帝揣腰包里了 然后他用这笔钱 比如说修秦王陵 养后宫 养宦官 私人家奴嘛 宦官 那个后宫多少个宫女 唐明皇据说是3000 其实按照这个周礼的规定 最多天子也就81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是吧 合起来81个 剩下都是超标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超标是非常常见的 超标最狠的就是那个晋武帝 据说后宫进万 他本来就好几千了 他把吴国灭了 然后把吴国的后宫又收兵 又收归国有 于是进万 养上万的后宫又有多少宦官 也上万 整个官员队伍才多少人 正式的有品级的官员 也不过就是两三万人吧 如此庞大的一个 一个对抗 是吧 你看看 这个钱你总不能说是公共物品吧 都是你私人物品 私人用品 然后你建你的秦王陵 建你的王陵也是私人用品 然后你的后宫也是 那这四十个亿叫什么名字